炎月桃甫的在台灣近代美術 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 不可或缺的靈魂人物 透過紀錄片 考員第一位把油畫帶進台灣的畫家 炎月桃甫故事 日本導演小松笑音來到台灣 大聊他的作品 1921年來到台灣 直到障礙返回日本約25年 他一直深愛著描繪台灣原住民的文化 並持續發表 在當時的時代分析下 其實這樣的創作行為是非常困難 而且是有被批評的 《感動人心故事》是台灣國際兒童影展 在羅東其中一部作品 影展今年以心情防空洞為主題 端出來自九個國家十二部電影 要帶領小朋友縱觀世界 探索內心世界 像戰爭或者是一些歷史的紛爭 這樣的議題 雖然很不容易在孩子的日常生活當中 被看見或被討論 透過這些非常生動的影片 因為他們都是得獎的作品 非常完整的故事脈絡 然後敘事也非常的精彩 透過這些影片 真的能夠讓孩子跟老師 有一個機會去討論照顧主題 進入第三年的 所以當我們把這個信息宣布給學校 請他們做登記的時候 只有一個動作是秒殺 台灣國際兒童影展在羅東 從九月十三號到十六號 在伊丹縣羅東鎮展演廳登場 就連導演屈佑寧都來圈台 鼓勵孩子透過電影開拓事業 原論是台北玉蘭 總和報導